很多人都会烦恼退休之后不知道要做什么 五年前从二重国中退休的主任李飞银 他就利用同仁送的退休礼物空拍机 踏入了另一个世界 而现在还成为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的顾问 协助空拍特色农场 先观察好天后以及地理位置 接着熟练的操作者空拍机 很快就能看到从天空看下来的景象 他是从二重国中退休的主任李飞银 退休之后的时间他一直钻研空拍技术 刚开始的时候飞的时候就已经手忙脚乱 然后飞上去你又要做拍照的动作又更是陌生 所以新入手的人可能第一个就先把技术 飞行的技术先练好 然后接下来可能要针对拍照影像的部分 要去做一个研究 这样子才能够很完美的把它结合成 他所谓的名副其实的空拍机这三个字 正因为空拍的技巧越来越好 现在他的另外一个身份 是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的顾问 持续以空拍的方式 让大家看到新北市的好山好水 我觉得我们的环境需要我们大家关怀 所以我就知道有这个一个协会需要协助 那我就一不容时愿意来当他们的志工 因为大家要推广这个环境 一起来爱护这个环境是相当不容易 需要很发心才有办法 所以我觉得自己有一点点小小的力量 然后来支撑一下 你还在未退休之后的生活烦恼吗 不妨尝试一些以前从没有接触过的领域 或许可以从中找到乐趣 甚至可以像顾问一样开发自己 另一项专业能力 记者沈重林景云新北市采访报导